简易温度计 色素任意颜色 凉杯 热水80摄氏度左右 滴管 冷水20摄氏度左右 取一个凉杯 加入适量清水 然后滴入色素混合均匀 然后取两个凉杯 分别加入热水和冷水 然后取一个滴管 吸取少量带有色素的溶液 注意将吸取的少量溶液 控制在滴管中部偏上的位置 作为简易温度计 将简易温度计分别置于 热水和冷水中 观察简易温度计中 溶液是否会随着水的温度的增减 而升降 实验原理 当滴管放到热水里面时 滴管内的空气受热膨胀 将液体向上挤压 当滴管放到冷水里面时 滴管内的空气遇冷收缩 液体就会下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